调解员胡建云觉得 母亲的情感问题和儿子的现实问题 要分开来处理 不可夹杂在一起 首先在情感创伤中 始终没有走出来的谢女士 要调整心态 从自我的一种纠缠中跳脱出来 进入密室 对于这点 谢女士还是感觉有难度 我确实是没感觉 因为我当时想到离婚以后 你过你的我过我的 对 但没想到她还是会来参与你 对 尤其是我跟这个人一交往以后 她只要有前夫的一个引子 比如说自私 我立马就立马撤 所以我走不出去 我就心里有障碍 对于谢女士的心理状态 儿子小马也很了解 因为姥姥去世的非常早 妈妈18岁 不到18岁可能就去世了 然后她可能跟我爸爸也不幸福 她会说如果姥姥在的话 她肯定会帮妈妈选一个合适的人 一个人最终是要靠自己的 未必姥姥就一定会帮她选得好 这就是她不成熟的一面 你妈妈现在就是她太弱了 所以她需要有一个东西去支撑 如果你一下子离开她 她是受不了的 所以你也不要做太过强烈的激烈的那种 有的时候也要给她一些让她感觉的能安慰的东西 可能自己性格是有一些深层 其实我也能感觉到自己有些缺陷 可能就像我妈说的 可能我的同情心或者说觉察 就很多事情可能会很粗线条的去解决 在心里老师朱永卓的引导下 小马也意识到自己之前用发泄抱怨的方式对待母亲是不妥的 应该学会更细腻更体贴 此时密室里 谢女士也意识到了自己对待儿子过于压迫的问题 我的期望太高了 对 她成长得慢了 因为你格外的期待着她能够有担当 能够懂事 能够去面对社会的风流 所以你希望她格外的能够有力量感 就是你把你的事情安排好 她就说你别管我 可是她毕竟还在成长 她毕竟是年轻人 我们一定要学会给孩子一个成长的空间 你一定要耐下心思 有时候甚至牵着蜗牛散步 更何况你的孩子还真的挺懂事 她已经很不容易了 是 她说过 你知道我这么十几年如履薄病 一说以后我就心里 特难受 特难受 但是我自认为就是 我尽力了 我不去找另外一个 因为她拜托她爸爸那待的原因 有个阿姨嘛 她难受 那好吧 我就为她 我说有这么一个环境 李毅十四年始终单身 谢女士为儿子小马的付出 无疑是巨大的 所以她希望儿子朝一个方向好好努力 前途光明 可是她看到的却是前夫不停地影响着儿子 我八月份到她那去以后 我觉得孩子就说是这个工作也稳定了 我说你三天干完 我怕太平凡地跳纸不好 其实我到时候说服自己慢慢慢慢放下 但是孩子就说 我爸老说让我要考研究生 我的感觉就是我放下来了 他爸就不停地打 他爸是属于什么 就是学习过程 他不管 他就看结果 我怕他到时候工作也没有了 然后待在家里头 对于儿子的未来 谢女士很着急很不安 可是小马却很淡定 似乎胸有成竹 因为刚进一个公司 可能现在觉得还是比较喜欢的 行业和公司都是可以接受的 以两年为一个时间点 去看自己在公司能学到多少 然后自己能力是多少 然后去决定自己未来 可能会去考研 可能会继续深造 你给了自己两年的时间 这个时间是探索期 你妈妈好像这会儿 她比较着急 她很想你尽快地确定 谢女士能放下焦虑 给儿子以时间和信任吗 埋藏在她心里的对过往的怨恨 又能否真的消散 其实我以前也隐隐约 觉得我有些问题 这次一谈完以后 我发现我的问题特别大 尤其是这个情绪问题 我也非常后悔 所以我想给儿子说一下 对不起 儿子 如果让我从来一次 绝不不会做样子 只是我真的特别悍 这次跳街以后 我就想着 我会真正地做到 就说相信我的儿子 他只要需要我 我会坚决去支持他 就是完全尊重他的这个想法 希望他就是 听从自己内心 把自己的生活过好 首先很感谢 十多年来你的照顾 真的是非常感谢 我觉得有再多再多的 就是你的不好 其实这十多年的陪伴 已经说明所有问题了 我以后肯定也会更有耐心 比如说像今天的事情 对吧 我可能会找一种 更好的方法去解决 我最后也希望你相信我 相信儿子会努力的 他一直在努力 他一定会闯出来的 你放心吧 那就让我们一块 走出这个过去的阴影吧 从心开始好吗 我也走出来 不影响你 妈妈是最坚强的活动 期待这一天好久了 谢谢 谢谢金牌条件 她是好久没喊妈妈 对我好久没喊 她爱老喊老妈 就这样子 老妈是拐着弯的表达 有点难为情 看得我老泪纵红 不管怎么讲 你们还是幸运的 你们今天把这些摊开 包括孩子的夫妻 在电话里面 也是在说他最想说的话 能摊开 就能把这些东西 给梳理好 谢谢老师 这小伙子长得很帅呀 长得像妈妈 情商高 就是这样好不好 谢谢福建议老师 我们首先做一个有趣的人 然后做一个有希望的人 还是送上由好事提供的礼包两份 希望能给大家的生活 带来更多的甜蜜 真情十一好生活 真材实料好面包 感谢收看 调节结束了 在和儿子相拥的那一刻 谢女士忍不住喜极而弃 背负多年的委屈和怨言 在这一刻得到了极大的宣泄和释放 曾经的婚姻失败 怨恨和创伤 遗留在她的内心 让她无法自拔 但她坚强支撑辛苦付出 养育儿子小马 如今 儿子小马长大成人 肖准董事 给予了她心灵的慰藉 希望接下来 谢女士能够拥抱创伤 面向未来 越来越明朗 越来越幸福